這是一個大家通常不太會去注意的指數 它叫幸福指數 那目前調查幸福指數應該有兩個機構 那我今天選的是一個 因為它的圖表做的比較好 但其實都是可以參考 那它是把 它是去調查全世界各個國家 有些地方調查不到 比如像柯林蘭 因為那邊野生動物比人多 所以它那邊調查不到 所以它是灰色 那其他地方 我們可以看顏色區分 就是越不開心的就是偏向紫色 那越開心的就是綠色 那我們可以去看 不同國家之間的幸福指數 那幸福指數其實跟什麼東西有相關 就提你如果是投資 或者是你要移民 那你第一個應該要去參考的 應該是這個指數 為什麼 因為當幸福指數從五分以下開始就表示當地的政治很容易發生動盪 那再來是當地的 可能不是資源有問題 就是教育有問題 就是它的內部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它的人民才會不開心 那這是你投資或者是移民 你要一定要去參考的一個指數 但是這個指數有另外一個隱含的意思就是當這個分數越低 就代表這個國家越容易被顛覆政權 所以一個標準的操作 比如假使我現在要顛覆一個六分 七分是很難顛覆的 比如說我要顛覆一個六分到五分的國家 就這個總統一直跟我暢反掉 那我想要把這個總統換掉 或這個總統 因為它是民選的 可是我又不能暗殺它 那我想要把它的政府換掉 那怎麼辦 我第一個我就對這個國家進行經濟制裁 讓它的國家的經濟 人民的生計發生問題 那只要這些地方發生問題 它的幸福指數就會很快從六分掉到五分掉到四分 那它掉到四分掉到三分的時候 我再從這個國家裡面的可能非政府組織 或者是我已經已經安排在這個國家裡面的一些政治人物或反對派 讓它起來對抗這個政府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顛覆這個國家 就是我們顛覆一個國家 我們沒辦法去顛覆一個七分的國家 我們只能去顛覆一個四分三分的國家 所以美國就是用這種方式對付委內瑞拉 只是說因為委內瑞拉的幸福指數很高 所以美國制裁它也沒有用 再來是委內瑞拉有好朋友 就是委內瑞拉背後有俄羅斯跟中國 所以在制裁 因為制裁讓幸福只是往下掉的過程裡面被拉回來 所以美國顛覆委內瑞拉就不成功 這是最我們離我們最近的例子 比較近的例子 但阿拉伯之初那個時候其實發生的事情也是相近的 也就是當國內的百姓對生活不滿意 那這個對生活不滿意 通常都會有兩個東西開始 第一個就是糧食的價格 第二個是燃料價格 這兩個是最容易引起人民內部對政府抗議的聲浪 剛好在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全球糧價是一個創紀錄的新高點 我們大概不是今年也是明年也會遇到糧食價格創新高 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注意這一點 那因為這個糧食價格的波動會直接影響到幸福指數的變化 那所以在那個時候就很容易有一些地方 因為他的幸福只是開始往下降 那很容易有些有心的人 他就可以發動示威抗議大規模抗議 然後到最後演變成那個暴力的事件 那政府沒辦法鎮壓 因為通常政府只要強力鎮壓 西方歐洲國家西方政府就會跳出來說 你不可以喔 你不可以鎮壓 你要讓人民上街頭表達他們的意見 那個只要人民是和平的你就不可以鎮壓 但這種情況不會有人民是和平的 他都已經去砸你的總理府了 他怎麼會和平呢 所以通常結局就是這個政府就被推翻掉 換一批人上來 而換在這個過程裡面 美國或歐洲的一些國家 他就會給反對派支出 所以當反對派上來以後 他們的立場就會比較欠美國跟歐洲 他們就會變得比較容易掌握 這是阿拉伯之村的背後的很多運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就會 這是造成的難民問題嗎 對 因為政治的動盪 或者是說因為這些 這些推翻政府的過程裡面引發的內戰 或者是上來的政府完全沒有辦法管理 有沒有管理的經驗 那結果就是造成全世界 就在中東這個地方產生大量的難民 那我們可以看到統計數字 這些難民他其實並沒有去選擇別的地方跑 他全部都往歐洲跑 因為對他們來說 因為歐洲的形象它是美好的幸福的 所以大量的難民就會往歐洲去 所以我們看到地中海 他一艘船擠這麼多人 那這些人他過程裡面千辛萬苦 可是他們只要一踏到歐洲的土地 他們就認為我到了我追求夢想的地方 但長年下來歐洲就是接受了幾百萬的難民 那這些難民慢慢慢慢就會變成 歐洲現在的社會問題 所以歐洲自己本身也有越來越多 因為難民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次 很多國家在大選 或者很多國家內部 本來因為難民的問題搞得國家裡面 很多反對派或者是執政黨 直接意見不相合 那你想要凝聚 設歐洲國家內部共識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反對俄羅斯 對所以反對俄羅斯 大家支持了烏克蘭難民之後 其他的中東難民的問題就相對上 沒有那麼的凸顯 當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烏克蘭的難民 你就不能控制我接受其他中東地方的難民 那你很多反對的意見不斷的攻擊執政黨 各個國家的執政黨的時候 那各個國家拋出來的方式是 那歐洲這樣子 你做一點犧牲 俄羅斯這樣你做一點犧牲 我們一起對抗俄羅斯忍一忍 所以這也是一個收斂不同意見 但你收斂並不代表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難民的問題它還是難民的問題 你之前有中東的難民的問題 那有阿富汗後來有阿富汗難民的問題 你現在要多了個烏克蘭難民的問題 那這些難民沒有例外 他們第一個優先選擇全部都選擇歐洲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不太收難民 英國也不太收難民 但歐洲是對難民標準最寬容的 所以就會有大量的難民到歐洲 那難民到歐洲會帶來歐洲自己本身 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歐洲的宿命 對 所以你看我們在阿拉伯之村 總共就這段時間 總共有15個國家的政治 因為阿拉伯之村的動盪受到影響 在這一場動盪裡面 成功的推翻了6個國家 然後導致這麼多的國家發生 不是內戰呢 就是政府更替 要不然就是跟隔壁搭起來 所以這個都是阿拉伯之村之後帶來的問題 但那個問題不是僅僅只安 如果說只要推翻國家問題就解決 那就算了 但它不是 它是一個延續性的 但我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忽然阿拉伯之村 在這15個國家之後就停了 沒有繼續蔓延擴張 對它為什麼沒有再繼續蔓延擴張 因為在2015年9月的時候 俄羅斯決定出兵 到敘利亞去救阿薩德政權 所以整個中東的阿拉伯之村 就停在敘利亞 就沒有 其他的國家都沒有被推翻 這差點被推翻的國家 最後一個就是敘利亞 那 葉門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因為葉門它是因為 地人政治失去平衡之後 因為俄羅斯不是自己去幫助敘利亞 它是跟伊朗一起去幫助敘利亞 所以伊朗的 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就擴散 那 葉門的反對派 就是什葉派 它基本上都是由伊朗在 執主 那葉門的執政當權派是由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遜尼派 所以它們會有宗教的因素在裡面 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歷史上面可以看 就是整個阿拉伯之村就停在敘利亞就沒了 那最明顯的影響的原因就是俄羅斯出兵到敘利亞 幫助阿拉伯的穩住政權 那現在整個敘利亞的情況 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那也應該這樣子說 就是如果讓 讓 讓戰爭留在歐洲 那中東會得到一段喘息的機會 因為至少歐洲的 力量去干預中東的情況就會變得比較好 無暇他顧 對 因為自己都活不下去 比較沒有辦法去補他 謝謝